手法太多以后 他入门 他不像钢琴啊 什么 就是说你比较简单啊 相对来说 你反正小孩子 怎么敲一敲手 基本上都有了 鼓针也是相对来说 简单一些 像软啊 这些乐器都 比琵琶要容易一些 琵琶难就是 初期的入门比较难 但是你坚持下来了 我是大概一开始 小学三年级学的琵琶 以前学的是柳琴 然后呢 哦不对 小学三年级学的柳琴 十二岁学的琵琶 其实很晚了 十二岁学琵琶 反正其实 其实我跟你讲啊 给大家 如果有意要学的话 不晚 我十二岁才学 你看很晚 你看我现在弹的也 反正就这样 对吧 还能过得去 所以呢 这是第一 入门难就是要坚持 方法要对了 演奏的方法要对 当然要找老师学 自学的话 相对来说 稍微困难一点 我是觉得就是说 可以弹奏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 手法上有些不合理 所以容易造成手的受伤啊 什么 还是要找一个老师 帮你纠正一下 或者看一看